我们来看一下题目有哪一些要求 一先把这个九九成法表先做出来 那基本上它是大概有几个要求 第一个它是跨栏字中 跨哪一栏呢 A到J栏的中间 所以特别注意这边有跨栏字中 那字的大小24标凯体出体 所以大概会有四个要求 那请各位就是先怎么样 档案里面呢 先开一个新档 这边有个新增 新增里面有个空白的活跃部 请你把它点两下 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个空白的档 那我们先在A1上面 先输入叫九九成法表 可是我要先怎么样 把它跨A到J栏的中间 那怎么跨A到J栏中间 你先选举A1到J1 点选上面有个叫跨栏字中 把它跨栏字中 第一个第二个字的大小呢 把它改成24 第三个呢把它改成什么标凯体 OK那里面的话标凯体往下找 那因为我们这边安装了蛮多的字 它都放在这里标凯体 再来加一个粗体 OK那最后的话 好像还有个颜色吧 我看一下这个颜色 颜色的话它是用什么 这边它是用这个紫色 所以你把这个颜色呢 最后再加一个紫色上去 就完成了这个九九成法表的这个紫色 把它加上去 加上去之后的话呢 再来就是说我如果要快速做一个九九成法表 一到九 一到九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底下 在空一列 第三列 一到九 当然你不用傻傻的输入一到九 你可以按下 先输入一对不对 在游标放在空点上面 按Ctrl键 会出现一个加号 向右拉 它会出现一到九 这个也是一样 按Ctrl键 向下拉一到九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让它显示出来的结果 类似各位可以看到 一乘 乘是用X来代替 乘1等于1 那我做完一个之后 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向下向右 做一个不需要在后面80 就是还有另外80个 让它自动产生 OK 那怎么做 首先的话呢 这个地方当然 我们如果要做出像刚刚这个效果的话 你可以等于什么 上面的这个储存格 乘上 乘的话是用X来代替 所以我们有记得 串接我前面讲过 你可以用 我们用小写的X 用这个X来代替 那串接记得 一定要是一个 串接符号 再加上一个文字 才能够跟你的储存格串接 这个是它的规则 OK 所以以后这个规则要记得 然后呢 and再串接什么 串接这一个 A4 那如果你打钩它是什么 1乘1 那等于怎么办 再and 一个等号 给它一个等号 再and 两个相乘的结果 那两个相乘的结果就是 这个 乘是STAR 刚刚同学好像这个STAR 就是那个星号 STAR 乘这两个相乘的结果 OK 那最后把它置装好了 如果我今天希望 向下 向右 做一次就完成 那要怎么做 这里牵涉到一个问题 蓝列的锁定问题 也是我一直强调 刚刚F4 F4会多一个钱的符号 那个钱的符号就是说 你如果加那个符号 就向下填满 它那个列号本来会增加 因为你加了一个钱的话 它就不增加了 那向右的话呢 蓝会增加 可是如果你加了一个钱的符号 它就不增加了 所以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才可以就是向下 这个时候会错 那怎么办 错的原因是在哪里呢 基本上 因为上面的这个位置 一定都是1乘1等于1 1乘2等于2 那你会发现 这个B3 是应该是固定的 可是A4变A5 这个会改 那可是你如果游标放在这个储存格里面 你会发现 它的B4 B3变B4了 不对 怎么办 很简单 你就是做一件事情 把3前面加一个什么 钱的符号 这个3的前面 加一个钱的符号 表示说 等下向下填满了 这不要帮我增加 但是A4变A5是OK的 这个时候你向下填满 你会发现 OK了 那再来的话 向右 你想说向右填满 它不OK 为什么 道理很简单 跟刚刚的问题答案是一样的 因为你向下填满之后 向右填满 基本上呢 它的A蓝 对应的这个都一定是A 可是你向右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的A会不会变成B呢 有没有 变成B了 所以也不对了 对不对 因为它一定要固定是 这个要乘这个 结果你乘到这边来 当然不对 所以怎么办 很简单 就是把什么 把A前面呢 再加上一个钱的符号 A的前面 再加一个钱的符号 表示说我等一下 向右拉的时候呢 都固定帮我 就是参照到A蓝就好 不要参照B 不要自动增加 没事不要帮它增加 好 做完之后 其实答案就出来了 向下 向右 放开 81个全部做完了 OK 当然你以前 如果你不懂的 蓝列锁定的话 你可能就慢慢做吧 对不对 那这个还算还好 81耶 其实未来大型的 四算表里面 比这个复杂的太多了 OK 所以如果你做事 你能 连最基本的蓝列锁定 都不太懂的话 说真的 这怎么做得出来 OK 那应该知道 我在叙述什么吧 所以我再把重点提示 给各位 1请各位注意一下 请你把这个九指尘法表的格式跨A到J跨篮字中 这个改24标凯体出体这个颜色 OK 空一列 然后输入1到9 1到9 把这个公式填上去 这个公式基本上 就是B3乘上A4 前面的话是它的A乘1 这个叙述 等于 后面是什么 把它真的相乘的结果放在后面 那再来就是 去把什么呢 三列锁起来 去把A乘锁起来 答案就出来了 OK 试试看好了 因为这东西 其实只要你做会了 以后做事情就更简单了 好了 画面 也就是这一边 要全部都一样的话 第一个先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第二个的话 顺定格式化条件 里面有个新增规则 那这个规则是什么呢 由公式来决定 也就是说 如果等于什么 等于一定是开头 哪一个呢 这个是B3 如果B3 它等于 有没有 你会发现 如果斜边的规则一定是 前面跟后面是相等的 有没有 那我们今天是以 B3跟A4代表 所以等于什么 假设是A3等于B4 这个A3 不是 B3等于A4的话 那我就设定一个格式化条件 就是把什么呢 把那个底色改成什么 改成橘色 就这样子 那可是问题 这边也是一样会牵涉到 蓝列锁定的部分 所以记得 在这边也要把他的列给锁起来 把他的蓝给锁起来 也是一样 在这个设定格式化条件 也是一样 那我们就直接按确定 其实在这边 好像我有想到 怎么做的方法 所以你其实可以 再参考一下这个画面 第一个先把范围选起来 这边有 然后记得锁列 锁第三列跟锁A栏 格式色层直 这个橘色就可以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呢 只要是 有没有 那两个相等的话 那就会做出结果来 所以这一题最后 大概是这样 那请各位把这个结果 另存新档 存成 这个107A 那这一题就完成 107A就可以了 OK 记得 刚刚那个部分 请注意选取这个范围 设定格式化条件 新增规则 这边加上就可以了 来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今天的话就是 把这个是 等于是 多讲了一点 因为剩下有点时间了 我们就再多讲 那个99成8表 那这一题主要是 让各位了解 未来你们在做 那个蓝列锁定 一定要有观念 蓝跟列 向下填满 跟向右填满 它是有差异的 前面加个钱的符号 不是加好看的 那如果你做完 那有时间的话 你另外一边也可以 试试看 比如说 另外一边 就是相加等于10 所以你也可以把公式做出来 相加等于10 也可以给另外颜色 出唇 小火 tutaj 这个